今天大家才發現到說 原來我們躲過一劫 什麼樣的一劫 就是昨天原本可能要大停電的 那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呢 今天有一個獨家消息出來說 北極其實差一點 釀成了限電風暴接連跳電 和平電廠403地震 損壞的機組還沒有修好 再加上中火兩部的機組也破管 所以呢在這個昨天下午的時候 大談新8號的這個號機組 8號多一個號碼 機組它也是跳電 所以全國的電力拉了警報 倍轉容量率竟然掉到 只剩下2.8% 所以台電趕緊的備妥了 這個台北西隆限電計劃 原本預計在昨天晚間 7點鐘要來開始 那後來好險誰出手了 台積電 台積電幫幫忙 原來是台電趕快打電話去 跟台積電說幫個忙 減少用一點 那台積電就是趕緊減用 所以後來我們的這個 倍轉容量率才拉回了6% 那網友的反應就講說 那笑死人了 原來我們還要靠 台積電救救我們 這是大戶不用電 才達成的這樣子不限電吧 那你看看 這個倍轉容量現在不足5% 明潭456的除水 除能水利故障 全台濱臨停電 其實已停機的核二廠 兩部緊急的汽油發電機 是被迫要上限供電 廚藝的大零5號電廠5號機 也在昨天下午的時候運轉 等於是燃燒小宇宙 很多的火力電廠 機組功率甚至超過了100% 人民現在要用費來發電 那才能夠達成這樣子的一個 不斷電不跳電的情況 因為昨天有點熱 很多人可能回家就想說 那來開個冷氣好了 所以突然之間 好像這個猝不及防的 完全在超出台電的預料之外 連這個十門水庫也趕緊運作 現在目前十門水庫的除水量 只剩下24% 其實應該好好保留 但是為了要供應晚間的電力 所以它是水利全開 發電功率到達了96% 因此很多PTC鄉民在講說 今年夏天要迎接缺水缺電嗎 黨說夠就是夠 還有人講說 不是正副院長鄭立軍說 台電還有藏電嗎 所以真的不行的時候 用愛發電 如果敢說缺電 就是沒有台灣價值 但問題是 我們現在還是要面臨到 缺電電不夠 要停電了 那綠營的吹噓讓大家想起來 我們記得在大停電之後 不是洪生漢告訴我們的話 是說這個電網 好得不得了嘛 展現出來我們的韌性 結果他現在講了一句實話 講說這個發電機組 正厚受損 讓大家想說 哪一個洪生漢才是你啊 我們來聽聽看 他前幾天是怎麼樣告訴我們的 能源轉型的投入 常常是我們看不見的基本功 但這些基本功 在國家重大的危難的時候 就會發揮出來 好 所以我們看他前幾天講的 明明就是說 我們非常的靈活 電力調度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都撐過了這一波 在地震之後並沒有產生什麼 大幅度的這種斷電停電 結果現在告訴我們說 因為這個地震還沒好 那不是很矛盾嗎 那再來看看 這樣子停電的狀況出現 所以也使得今天的內閣名單 真的果不其然沒有看到 這個王美花繼續擔任經濟部長 也沒有向外界傳言說要接 國發會主委 就是因為仇恨值太高 可能這個賴清德容不下 所以現在美花沒有留任了 那另外一個人是誰呢 唐鳳 唐鳳他大動作的 帥了150人去澎湖那邊宣揚 我們的5G已經在澎湖這邊也開通了 然後跟他們數位部的團隊 150人浩浩浩 搭乘澎 澎湖輪 抵達了澎湖 召開什麼5G衝浪 智慧島嶼的活動 宣揚5G的政績 那縣府員工他們看到了就說 那縣府廣場進駐了三大電信的5G電動 移動基地台車 結果他們馬上就打開說 這我是5G信號 因為澎湖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收到 結果一打開之後就說 糗啦 還是4G 那根本是來畢業旅行嗎 這150個人來講那麼浩大 然後結果還是沒有5G 所以人家講說 難怪唐鳳現在也要下台一鞠躬 再來還有一個就是 核不食肉糜的那種感覺 是零有法官傳出 最柔輕聲的消息 結果許中立司法院長告訴大家 應該要多做戶外活動 不要一整天綁在辦公室 這是什麼樣一個冷血的話語而已 引發了非常大的爭議 就講說這不是核不食肉糜嗎 人家是不是壓力過大 你怎麼沒有事去關懷來講說 要多做戶外運動 因此是不是為了要降低仇恨值 你看新一波的團隊出來了 包含了像是經濟部長 新任經濟部長是什麼 崇越集團的董事長 然後術發部長又是什麼 中研院的某某人 然後你就看到一字排開 什麼又有黑馬又有誰 可是大家看起來怎麼都是生面孔 叫不太出名號 所以是不是為了要降低仇恨值 全部都找這個生面孔 避免熟面孔又被大家給討厭 但是國安團隊就沒有辦法 國安團隊必須得要沿用蔡英文的團隊 所以都還是得要用美安團隊 讓美國安心的團隊繼續用下去 首先我們來問一下弘偉姐 弘偉姐怎麼看台電又差點要跳電 我們講台電之前講一下新的人事 剛才主持人也說好多生面孔 那麼是不是要降低仇恨值 因為我剛才那個臉書已經發佈了 雖然王美花大家都知道他的問題 但是新任的董事長叫做 就是崇越科技的董事長 你們這字太小了 因為我今天又點了三頭記 姓郭 郭什麼輝是不是 郭志輝 郭志輝 我要講經濟部長絕對不會讓美國安心 那為什麼呢 因為崇越曾經被彭博報導 就說有四家台灣的半導體公司 幫華為來做晶圓廠 雖然當時崇越這幾家公司全部喊冤 說我們沒有啊 這個都是誤會啊 可是當時並不是台灣的媒體 而是外媒彭博報導說 有四家台灣公司 幫華為來設晶圓廠 那崇越就是其中一家公司 所以我覺得美國不會安心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新任的經濟部長呢 其實設入一個讓我覺得更匪夷所思 但是呢 竟然會任命他要當經濟部長 因為這個在民國94年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半導體的一個廠商 那麼他曾經涉入違反證交法 一審被判刑確定 但是還刑 而且沒有上訴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定驗的一個司法判決 所以我們即將上任 走馬上任的經濟部長 事實上他是有案在身 是違反證交法 一審判決 確定緩刑 那另外他們公司也涉入了 就是說被外媒報導說 有幫助半導 幫助華為來設半導體的這個行為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的一個爭議事件裡面 我覺得未來的這個經濟部長 大家會有很多的討論 因為之前大家不認識 因為我們本來也都不認識 但是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就有人跟我講 其實他有一些這樣的爭議 所以因為這個圈子裡面 其實也非常小 那另外就是當然其他幾個 包含國發會的人士 或者是術發部的人士 我相信大家也是會去 一樣的去檢視他 那另外我還是要特別講 我覺得陳經德你的後台 也實在太硬了吧 之前我們在講那個陳經德 陳經德也是爭議不斷 而且他擔任高雄市的副市長 他擔任高雄市環保局長 後來被監察院彈劾 十三比離壓倒性的彈劾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擔任這個政府官員的時候 他違法去 自己又去開了公司 開了什麼民宿啊 什麼相關的公司 所以是被監察院彈劾 我這還沒有去講他其他的一些 相關的爭議 那即使在我們這之前 大家都指出陳經德的問題的時候 仍然在第三波裡面 還是把陳經德發不出來 我只在想說 到底賴經德欠陳經德什麼 這個可以這樣的意志 如此的堅定 因為他跟我畫圈圈了 那另外這個停電危機 我覺得最丟臉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電一直 或者我們的蔡政府一直在講說 我們現在發電有多麼韌性韌性 然後還可以抵過這個 零四三三的震災 可是在既沒有地震 也沒有風災 也沒有其他任何的 這個天災的狀況之下 我們昨天的倍轉容量 只剩下3% 如果不是靠台積電 因為他們有一些發電設備 還有核二廠已經都已經 除役的核二廠的 他的其他的發電機組 然後來供電的話 那麼可能昨天7點鐘 就會出現一個大停電 對 所以這個其實大家 都是跌把人汗的 這個未來的新政府 要不要面對呢 好 請教荤恩哥 我看到我們這個偉大的司法院長 這以前 其實為什麼許忠麗 他會講這麼外行的話 他說不要整天綁在辦公室 好不好 宅宣 我們不要整天綁在攝影棚 我們要多出去走一走 許忠麗為什麼講這麼外行的話 因為他沒有當過法官 他沒有當過法官 他以前是台大的教授 然後在2016年的時候 這個亂七八糟的 就當上了司法院長 為什麼 因為當年陳水扁 在當總統的時候 他就當過大法官 你在阿扁的時候當過大法官 你怎麼可以在蔡總統的時候 在當司法院長 這看就知道是違憲 可是各位觀眾朋友 當初護航許忠麗 去當司法院長是誰 其中一個共犯叫做黃國昌 黃國昌那時候跟民進黨 好得不得了 就每天罵 每天罵什麼 就硬把許忠麗給推上去 你現在在跟我講說 司法改革失敗 剛好而已 剛剛這個王文委員提到說 陳經德 他說他的後台有多硬 他沒有後台 陳菊的人 哪有什麼後台 對不對 他就是陳菊的港鄉 他跟陳菊都是宜蘭人 陳菊在當高雄市長的時候 陳經德就是他的局長 就是他的副市長 你說現在賴清德 他要安排這個內閣的人士 要怎麼安排 當然是要賣面子給陳菊 所以你在民進黨裡面 只要你的顏色正確還不夠 你還派系正確 像我旁邊這位高嘉義委員 他是什麼派系的 他就是姑娘派的 所以他又不是新潮流的 所以你看內閣名單 怎麼公布都不會有他 但是你看人家陳經德 他靠著陳菊 剛剛王文會說監察院彈劾怎樣 彈得也沒事 彈劾通過什麼 我賴清德 我就是要用這種人 所以觀眾朋友你可以想到 然後下個月等到賴清德 他真的黨政軍大權一把抓的時候 賴清德的嘴臉會是什麼 賴清德會是什麼臉色 跟你看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 這是2022年 在台北第一眼署 王洪威去罵周玉寇 其實周玉寇現在罵他 這個一戰臣民 一戰風神就在那裡 周玉寇 台電一年給他50萬 一年給50萬 台電你為什麼一年不給我50萬 我有YT頻道 你一年給我50萬 我來幫你那個 我要跟各位講這種 因為這個會起立百元在省什麼 就在省國營事業的預算 對不對 你看當初韓國瑜在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 立委的言行 韓國瑜講什麼 他說他第一次當立委的時候 有人偷刻他的印章 然後跑去跟國營事業領錢 其實這個他不曉得 他就我的絲章怎麼在上面 這絲章是人家幫他刻的 我為什麼跟他講這個 因為你看這個台電 你看國營事業 看有多少國民黨的立委去拿錢 民進黨也有 我不是說這兩位 我說去查就知道 誰有去領 那個牧林基金 那個都查得出來 所以剛剛翟軒講說 為什麼台電什麼跳電缺電 什麼的 為什麼台電他每年的預算 不管在立法院都還是能夠親戚過關 為什麼 因為有朝野的立委 藍綠的立委 在幫這些國營事業護航 好 請教家瑜 我覺得許忠麗 因為畢竟他曾經是我台大的老師 我也上過他的課 他非常的嚴格 當時我們班上很多人被他盪 但我沒有被他盪 我還是有點感謝他 他們有讓你多去戶外嗎 他擔任司法院長到現在 對於司法院的表現 我是非常的不滿意 包括司法院的秘書長等等 非常給人官僚的感覺 那尤其是我們也多次在立法院 過去我曾經質詢 不管是法官或是書記官 其實人力吃緊 案量非常的多 那這樣海量的案件 叫這些司法人員 到底要如何能夠兼顧 這個判決的品質 司法的品質 所以司法的改革 當然就是應該要從 減輕司法人員的負擔開始 那如果許忠麗院長 他真的有去了解整個司法問題的核心在哪裡 他今天不會去探視這個 法官在家屬的時候 講出這麼一個 讓大家覺得說非常外行的話 真的我覺得這個話是 刺痛所有司法人員的心 讓人非常的心酸 也就是說長期以來大家所講的 這些司法改革的重點 到底有沒有抓住 到底有沒有看到問題的所在 怎麼會在今天發生這件事情 講出這種話 尤其是我們台北地院的法官 每個月新售的案件就一百多件 那現在的詐騙更是 海量般的這個潮水涌路 那每個案件其實都需要法官付出 非常多的心力去處理 那所以你再了解說這些情況之下 法官到底如何能夠兼顧他的這個辦案的品質 司法的水準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核心的問題 結果我們的院長竟然完全不清楚 然後跑到那邊去說怎麼不去戶外運動 我真的看了之後覺得非常的難過 就是說過去我們這些質詢 難道院長都沒有聽進去嗎 那所以我是覺得非常的替司法人員感到不值 那再講到台電 台電當然這個烏肉偏縫連月雨 因為地震的關係這個和平電廠停機 然後再上又有四部機組 這個電力吃緊也跳機 跟上一次這個2021 517的這個 大停電的狀況是非常非常的類似 那現在才4月今天也已經熱到爆了 所以其實用電的高峰也會越來越多 那這一次就是因為台積電呢 它能夠緊急的去用它的備用電源 導致它的這個電力從這個2.8 本來備用電源可以迅速提高到6% 來暫時舒緩這個用電的危機 但是可見的對台電來講 這個用電的問題如果隨著天氣 這個夏天到來可能會有越來越多 需要即時應變的狀況 好 我們休息一下 觀眾忙回來